铁片杨琴,凤竹古剑,他创立了一门叫做北京琴书的剧种。 说唱结合,金腔金韵,他用七十年艺术生涯编写了上千个段子。 北京琴书大师,关学曾。 北京琴,凤竹古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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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99年,在电影《有话好好说》当中,导演张艺谋采用了一段具有北京地方风味的琴书唱段。 告诉我那人是哪单位的,我找他去。 安达娱乐公司开夜总会的,叫刘德龙。 我从小在北京,土上土打,没招过谁,没惹过谁。 这个唱段的说和唱转换字如,往往在以北京话说的时候,最后一个字又转换成了唱腔。 许多看过电影的人都能随着琴书的调子哼上两句,这就是北京琴书。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唱段的表演者是谁。 你路上有人打架,我去把热闹开。 表演者就是关学增,这时他已经78岁高龄。 这个段子的作词和作曲也都是由他完成的。 这是1936年,关学增14岁的照片,那时他刚刚开始拜师学艺。 这是关学增1943年和师兄陈日通,师弟段红斌的合影。 这年他21岁,和师兄师弟一起,他们有了自己固定的听众,在北京天桥一带小有名气。 这是2000年的照片,关学增已经78岁,他被人们称为琴书泰斗。 在1949年以前,像北京琴书、相声、单琴大鼓等这类表演形式并不叫做曲艺。 他们被人称为玩意儿,表演这些玩意儿的也被称为卖艺的。 在北京天桥一带就有许多卖艺的,他们有练气功的,有杂耍的,有练武术的,拉洋片的,练杂技的,还有说书的。 虽说只是摆地摊演出,老北京都知道,卖艺的,要想在天桥这一带站住脚,没几下绝活是不行的。 关学增当时在这一带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 就是我找个地方,我要是演,会不会有人听? 要是有人听,我能把钱挣开了,我能吃窝头。 如果说是没人听,你没人,你这下场,长了漫天钱也挣不下来,没人听你的,也不喜欢你。 你怎么办? 自个人就得转业,就得想办法,登三轮去吧,大洋车去的。 这个时期,虽然有人爱听关学增的情书,但是他的名声也只在北京有人知道,甚至只基督在天桥一带。 这种情况直到他29岁的时候,才有了真正的改变。 他的情书也是在这一年才开始名扬中国。 1950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仁川登陆,朝鲜战争爆发了。 战争很快就打到了中朝边境。 1951年,中国政府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前往朝鲜。 很快的,志愿军就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几场战役的胜利。 为了鼓舞志愿军的士气,中央政府决定派国内慰问团前往朝鲜。 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这时虽然在北京已经有了文化局,但是并没有什么正规的演出团体。 因此,像关学增这样的旧社会的艺人,很快就被政府吸收进来了。 他们的名称也有了改变,被称为文艺工作者。 虽然已经从艺15年,但是要代表国家,关学增还找不到自己的感觉。 还得学习呢,学习什么呀,到了朝鲜以后,胳膊受了伤,你怎么办? 胃受了伤,你怎么办? 他最受欢迎的一个段子是上广和捉特务。 虽然还是在露天演出,但是观众却和解放前大不相同。 他的节目受到了志愿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甚至志愿军政治部还决定在部队里抽调一些表现突出的战士, 跟他学习北京情书,希望他们在部队里推广。 一般我们是白天不出去场,也不出去慰问。 因为白天飞机要是瞅进你,你汽车你多快,你也跑不过那飞机。 所以是白天不成,出去就这晚上。 时间给我一个任务是白天。 这时的空袭,大约每三五分钟就有一次。 而交给官学征的任务是要拍一段新闻短片。 我这一段唱十三分,刚唱这么三四分钟,哗,那是响一响。 我就站着万二岭那带着,一站,待会儿呢, 看着我,这就说,我什么警察,解除了,解除了, 我让他说,解除了,结乎就回来了, 谁该坐哪儿还坐哪儿,谁该怎么着,怎么还怎么着, 我指哪儿还指哪儿。 这是当时留下的一张现场照片, 这个短片在国内上映, 许多人通过他了解了北京亲书, 中央领导人也看到了。 在官学征结束慰问回国以后, 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名人。 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 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们。 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 那是周总理主持的。 周总理讲话, 完了跟我们一, 每个人都握手。 周恩来总理高兴啊, 因为我们这个去了, 特别还牺牲了几个人。 特别是有一次在这个环汕堂开了一次会, 周总理特别提出来, 文艺界要向曲艺界学习。 在参加志愿军慰问团之前, 官学征唱的琴书并不叫北京琴书, 他原名叫丹琴大鼓。 回国以后, 官学征的演出从地摊走上了正规舞台, 观众的数量也成倍的增加。 官学征开始随慰问团在全国进行巡回演出, 这使他眼界大开。 全国各地跟他同台演出的有山东琴书, 徐州琴书和四川琴书。 这些地方琴书都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回到北京以后, 官学征决定把自己的琴书改名为北京琴书。 单琴大鼓最早是源于京南的一种叫梨华调的民间小曲。 到了清朝的中后期, 就变成了五音大鼓了。 演员的说唱, 再加上三弦、四弧、 阳琴和板鼓这四样乐器伴奏, 所以叫做五音。 起初主要是在农村流行。 在北京, 这些畅大鼓的就集中在天桥一带。 官学征就出生在这里。 从七岁到九岁, 他断断续续地上了两年私塾。 父母是奇人, 但是在他爷爷辈儿, 家庭就已经破败。 父亲靠收破烂, 母亲靠给人缝缝补补过生活。 那会儿呢, 我周围那好几个茶馆, 都是书茶馆。 我就上书茶馆来去看, 听听去。 特别是我们周围的茶馆啊, 全认识我。 我又是小孩, 所以呢, 也不跟我要钱, 我进去听字。 虽然日子艰难, 但是母亲在家里经常弹琴唱小曲。 这对官学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看到官学征这么喜欢听琴叔大鼓, 母亲跟父亲商量, 让官学征去学这一行。 但是要学, 首先就得买把琴, 他们拿不出这笔钱。 官学征就找到了自己的邻居, 提出给他挑担子。 两个月以后, 邻居给了官学征的父亲五块钱。 我父亲就说, 别花, 赶紧打个打个琴桌先, 咱们先买个琴。 这样呢, 我就跑到那打磨厂, 打磨厂西口路北楼, 那叫宝阴寨, 这是乐器店。 我这一问那多少钱呢? 五块钱, 还挣合适。 我这五块钱, 就把那阳琴买来了。 母亲会弹弦, 但不会弹阳琴。 官学征拿到这把琴以后, 每天爱不释手。 由于没有老师, 他弹琴的声音, 让邻居都无法忍受。 不久, 官学征遇到了一个机会。 就从那买了那阳琴, 回来, 我也不会打, 我也不会敲, 瞎恋吧, 就是瞎恋。 三十年代的北京, 已经有许多外国人和中国人开的电台。 这些电台大多以卖广告为生。 为了吸引听众收听广告, 他们加进去许多文艺节目, 而这些节目主要就是单琴大鼓。 在前门大街五牌楼一号, 有一个原力银号。 他们高价从天津请来了一位说大鼓的, 名叫常德山。 而这位常德山正好是关学征家房东的朋友。 关学征的母亲找到了房东。 那里大妈说, 哎, 常向, 我给您领来了, 您手上这小孩成不成。 常向一瞧我呀, 说你十几了, 我说我十三了, 十三, 十四, 我说十四了, 因为周岁是十三, 我是十四才开始学的, 我说我十四了。 常德山有点瞧瞧我呀, 特别高兴。 按照当时的门规, 关学征立下了师徒自举, 规定学徒三年, 三年期间所有的收入都归师父所有。 常德山又按规定找来了保诗和引进诗。 关学征要给师父磕头行礼。 从这天起, 关学征开始正式学丹琴大鼓。 这是1935年的旧礼六月初九。 在我们家吃了一顿炸酱面, 炸酱面做了点菜喝点酒, 完了我也是一顿磕头。 在拜师仪式上, 师父常德山给关学征的父母 许下了一个日后没有实现的诺言。 我向您保证, 出世以后, 他每天能给您挣回一块钱来。 这一块钱。 那高兴啊, 那感情, 那感情好了。 从此, 每天天不亮, 关学征在帮母亲摆好地摊以后, 就经过龙虚沟去喊嗓子。 然后经过崇恩门东寺, 最后到朝阳门小排放胡同师父住的地方。 关学征进步很快, 不到一年就已经能够给师父伴奏, 并独立演唱一些小段子了。 但是这时候, 师父的一个不良嗜好, 却越来越让他担心。 这位好, 这位常先生, 有吸毒的嗜好。 到了第二年七月, 袁立银号由于经济状况不好, 不再聘用关学征的师父演唱, 师父就带着他重新去摆地摊演出。 这时, 师父长得山的毒瘾也越来越厉害, 关学征预感的那一天终于来临了。 没过多些日子, 我就听说了, 说你那师父上个山, 倒我在天堂堂根里了。 在这这, 完了, 我的师父没了。 不得已, 和学征从这时就开始跟人合伙摆摊演出。 虽然跟师父学了只有一年, 但是常师父却给了他非常严格的训练。 其中一条, 就是练就了他一种能够现场抓词的本领, 也就是说, 看见什么就说什么。 而这种能力是许多艺人都缺乏的, 大部分艺人说的都是隋唐演绎, 风神演绎这样的传统段子。 在三四十年代, 北京天桥一带是许多艺人演出的地方。 虽然他们各自的绝活不太一样, 但还是存在着激烈的竞争。 观众也大部分都是穷人, 能给的钱不多。 而这一个铜钱能扔给谁, 全看你的表演是否能吸引人。 这种生存方式和竞争的压力, 使关学曾每天都在琢磨自己讲的故事, 别人是否爱听。 你比如说天桥过去有很多料地的, 那是最低级的一人, 又叫画锅, 拿个白石灰在地上画一圈, 没有作为。 这个东西啊, 就是出去摆一地摊, 到那一上, 这叫平地扣饼。 就平地, 就平地你叫扣出饼来, 也没有本, 也没有链, 也没有本, 也用不着本钱。 你就到这儿, 他一上, 一拿股价子, 完了这儿, 就把钱挣下来, 你就平地扣饼。 你能扣出饼来, 那太好了。 你扣饼就扣出锅头来了, 那也凑合, 是吧? 你还可以扣出炖上来呢, 那就了不得了, 那就红了, 知道吗? 怎么练的, 一身的本事, 饿。 到了二十岁左右, 关学曾的琴书已经开始有了固定的听众, 一些舒产的老板也开始请关学曾 去书场演出。 虽然这里的条件比露天好了点, 但是他竞争的压力也更大了。 这里汇集了当时许多优秀的艺人, 比如魏喜奎, 曹宝露, 还有相声演员侯宝林, 都在这种书场演出过。 而且这儿的观众, 也比地摊上的观众挑剔多了。 他本来平常说话, 他就跟上吊似的, 郭老师说话, 他就跟上运似的, 他说话, 你发现没有? 他也跟上运似的, 十分钟二分钱, 十分钟听起来, 就在门口那么喊, 那会觉得也挺愉快的。 十分钟二分钱, 你进里头不要钱, 服务员在你进里的票上打一个时间, 有个长条的戳子。 那个时候也是不竞争的竞争, 就是这一台取义, 观众人不爱听, 那个人就出去了, 出去他不走啊, 他可以到外边休息, 那谁再上来了, 人在听, 拿那票就回来了, 那听, 所以那时候竞争也挺厉害的。 观众喜欢听关学曾的琴书, 就是因为他的包裹总是抖得恰到好处, 他把单琴大鼓的唱腔做了简化和改革, 加重了北京语言的地方特色, 使说和唱之间的转换变得更加自然。 关老师岁数也不大, 就是写词, 他下了场就在后边写词什么的, 自己从来不闲着。 你比如说, 说是唱这一个段子, 这观众没听过, 我就让你这一次, 要把它听清楚了, 不管你前面坐着也好, 最后面坐着也好, 我都让你听清楚了。 不得了, 那一天那样统计, 没统计过, 那观众一天满堂满座的。 他就说那会儿, 我二十来岁演出的时候, 那哪一场上去, 都是山崩地裂的那掌声。 在演出中, 只要观众欢迎, 你就不能下来。 每天为了多收入一个童子, 他在茶馆演完以后, 还会去唱一些堂会, 经常一天下来极度疲劳。 就在这段时间, 一位经常看他表演的朋友, 把他带到了一个不该去的地方。 我问他来的, 我说这有什么好, 说这东西好, 说离不开, 我说有什么好? 你来一口尝尝, 你来一口, 你保证你有精神。 是吗? 我说是, 我会车弯卷啊, 我就跟车弯卷似的, 坐了一口, 坐了一口咽了。 然后待会我就觉得, 嗯? 是, 是长精神, 是后, 是长劲。 从这下来, 我再出去演出去。 就到那天晚上, 比每天都得多挣二十兆钱。 染上毒瘾以后, 每次演出之前, 他都需要靠毒品来使自己增加精神。 他把这个窟窿紧对着那灯往里坐, 顺着哭了 呼噜呼噜呼噜就往里走 烟就出来了 就进嘴里去了 进嘴里会抽的呢 人家一般的都是抽一大口 这一口气抽半天 呼噜呼噜呼噜 这段时间演出的收入虽然增加了 但是支出却越来越大 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了 情况到了1945年才有改变 日本人投降 国民党军队进驻北京 国民党政府在城内宣布了禁毒令 把这个抽的给你抓来以后 就搁在这儿给你寄 寄完了给你弄个什么 杀一个实字也不是什么 来就把你放了 就没事了 你寄好了放了 再瞅着你那抽 一瞅着你这抽的有实字 二话不说了 闭 墙闭 平平平一旁一旁的闭 很快就有人把这些消息告诉了官学增 我一听说我怎么这犯法啊 这个 原来这个这个跟吃饭一样 哪都有 跟喝茶茶馆似的 我怎么这还犯法 犯法子咱们都不做 不抽了 我在天条演出呢 早晨吃完早点 没吃午 吃完饭 上天条 走 无收 走 天条演出去了 明天 我那 疼的 我那人也多 把这一大鼓 接着唱 一段小节俩点棉花 没唱下来 大喊哗哗哗哗 哎呦 我实在唱不了 我说大家 我今天 我实在不舒服 谢谢大家的 他们明天再唱了 我今天我休息了 大伙大伙还挺欢迎 挺什么 挺照顾 还给钱 从那以后 关学曾就再也没有碰过毒品 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 关学曾参加的演出越来越少 在大剧场的演出更为罕见 只有少数茶馆 还会邀请这些艺人去演出 听众也大部分是一些老年的爱好者 和外国人 从一九九五年开始 为了不使北京琴书断代 关学曾在自己家里 办起了免费的北京琴书学习班 任何人只要想学都可以参加 但是报名的却只有不到十个人 2006年 为了纪念说曲艺表演艺术家取得的成就 有三十六位曲艺大师 把他们的手印 永久的留在了大师那广德楼剧场的这面墙上 作为北京琴书的创始人 关学曾的这幅手印 也永久的留在了这里 这时他已经从艺六十四年了 他用梭子和丝线制造出中国传统绘画的笔墨神韵 三年时间 他复制了一千年前价值连城的宋代国宝 五十年岁月 他传承了两千年前古老神奇的丝织技法 明天同一时间 请收看人物栏目 传承大师系列 克斯大师王金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